四千一百五千全都交給你 交給你了吧 萬一有大病我住院了 叫他拿錢沒有錢 就兒子問他了 那我爸那個一月還四千一百五千都交給你了 那我爸住院錢你咋還沒有 他倆都生活都花了 沒法說 我這麼那個一月交你一千五千 我還剩三千五千 咱就說 吃河拉撒帥我一月裡一千五百五千 我一月裡賺一千五千吧 我起碼到醫院我住院門檻錢我能交五千 對於已經掌握了一輩子經濟大權的劉大哥來說 把錢全部交給女人管理 自己多少還是有些不習慣的 江大姐這邊呢也很是堅持自己的想法 如果不掌管經濟大權 自己的心裡就是沒有安全感 相親現場的氣氛頓時就陷入了尷尬當中 因為啥你本來錢的少就這麼點錢 你這你一想買這個他買這個不同意 這錢根本就不夠花了 一共十錢一共可以十錢 面對劉大哥的果斷拒絕 江大姐這邊突然又欲言又止了 此時此刻他心裡又有了怎樣的變化呢 這是生活 這是黨勢還是 生活黨勢還是 水準還是低 比如說咱們今天去游泳的 喜歡點游泳 然後咱們出來 小K一頓 小K一頓 你就是這麼大歲的人 就是你一樣的小K一頓 才能吸引在底下 接受不了 他說這 洗完澡上飯店吃點藥點菜啥的 我接受不了 我從來不上飯店吃 他說就別談了不行 他就所有的觀念 還是說太老了 可以說我現在 我就是所作所為 我根本不是我自己 我跟我的同僚人 我從我的心態到我的體態 我真的完全沒有那麼長老 我非常陽光 你覺得你的心態像多大歲 我現在覺得我心態像40多歲 除了誰掌握經濟大權 這方面 兩個人沒談龍以外 江大姐通過幾番交談 愈發的覺得 她和劉大哥之間的生活方式 也差距甚大 江大姐跟紅娘說 她伺候之前高位結攤的老伴 整整七年 受的苦 遭的罪實在太多了 現在老伴去世了 兒子條件也好 還知道心疼自己 所以她現在就想過幾年舒坦的日子 之前還對江大姐 也特別有好感的劉大哥也覺得 眼前的江大姐 和她心裡想像的相差甚遠 不是那麼佼佼佼的 在電視看不是那麼佼佼的 今天一看一通過 又啥我說說 別鬧了 到時接受了 我啥都明白 她就每一說一句話都給她翻出來 在大腦早就給她翻出來 這事多了 但是有這些條件 我找得了 對 我達不到你的要求 對對對 我現在就跟你這麼說 我達不到影響 再從電視上看到江大姐 到心裡迫不及待地想要見面 再到主動地提出結束今天的相親 劉大哥對待感情很是積極爭取 但是在原則的事上也絕不遷就 但是說你咱倆今天就不能成也不能成 對 但是誰跟著我絕對相符 那是是是 那是我相信這一點 你是吃 我相信這一點 種飯呢 炒菜各方面 沒有一樣不會 對我相信這一點 我相信我也相信這一點 姑娘別鬧了 對你再不想鬧 再別鬧了 別鬧了 別鬧了 雖然今天相親的結局很遺憾 不過劉大哥表示 好不容易遇到了心仪的人 自己努力過了 好嗎